GoMarkets一站是全中文服务 为您的交易助上一笔之力 今天是2021年的1月11日 我是Mag 首先我们还是照理一下来看一下这上周五的市场情况 那么澳洲股市呢 在上周五是上涨0.7% 达到6757点的价格 大家所关注的上周五呢 最大的新闻毫无疑问 就是美国国会 里边这个对于拜登当选下一任美国总统的认证 获得了通过 那么与此同时呢 美国国会也遭遇到了很多暴徒的冲击 我们相信在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都有相关的报道 那么也因为呢 涉嫌煽动暴力活动 美国前现任总统 还没有这个下台 现任总统特朗普呢 他在美国各大媒体 包括像推特 像脸书 像instagram等等 这些社交媒体的账号 被永久性的关闭 注意 它并不是像之前一样 临时的关闭 这次呢 是永久性的关闭 那么呢 与此同时 虽然美国这边是出现了巨大的暴乱 但是美国的股市却并没有受到影响 三大指数在上周五晚上继续上涨 其中道琼斯指数 纳斯达克指数呢 道琼斯和标普500指数上涨 约为0.5%到0.7% 但是纳斯达克指数反弹强劲 上涨超过1% 其中主要的推动力则来自于呢 这个我们说到的啊 就是现在的明日之星 特斯拉 特斯拉的股价呢 在拆分之后 1比4 1比5拆分之后 现在再次达到惊人的800美元 那么如果在1分4 1分5之前我们乘以4乘以5 它的原始股价那就是3200美元到4000美元之间 我忘了是1分4还是1分5 同时呢 这个爱隆马克思 也就是特斯拉的CEO和主席 也是成为了新一任的世界首富 超过了亚马逊的老总 那么在我们这个与特斯拉相关的电动车板块 像中国的像这个蔚来汽车 小鹏汽车 包括呢 像美国其他的所有的电动车板块 股价也是随着特斯拉而疯狂的上涨 那这到底是泡沫呢 还是人们对此强烈的期望呢 在日后的这个我们的新闻报道中 我们将会给大家做出详细的我方的分析 好了 感谢您收看GoMarkets 每日财经早讯的新闻回顾节目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股票卖会想买就买 石油黄金一忙打劲 不懂英文不是问题 GoMarkets在线交易首选券商 GoMarkets在线交易首选则